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用到真的 就是太超值了的 巴里萊雅唇色定制唇膏 然後這個是玫瑰風暴系列 就它是一系列玫瑰色各種 不同的那種粉色系的玫瑰啊 或是那種很穩重成熟的紅色系的玫瑰 真的是它有比較偏土橘色系的 真的非常的美 我們依照慣例先來看刷色 刷色其實之後再跟你們分享我的心得 還有我推薦的顏色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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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t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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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塗上來喔 隨便拿一支給你們看 它塗的時候 超級滑順 超級 你看喔 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滑順 完全不會卡 然後滋潤度很好 就擦這個之前 我是不需要用護唇膏打底的 那持久度方面呢 它顏色的持久度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會有稍微一點點染唇的效果 我現在沾給你們看 你看喔 我用衛生紙這樣沾沾沾沾沾沾 它不會說一下子就掉光光 它顏色附著力還不錯 然後有微微的染唇效果 所以我覺得有正常的什麼喝飲料啊什麼 它還是可以持續到差不多四個小時左右 但是我覺得它不是表面上會這樣子 有點比較水亮滋潤的感覺嗎 這個水亮滋潤的感覺 我是建議你大概兩個小時補擦一次 才會維持著這樣這麼漂亮的妝效 那如果你比較沒有那麼勤補擦的話 可能就是剩下顏色在 但是那個妝效就不會說一直保持著這麼漂亮 然後呢這一系列啊我覺得它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調色 就我之前一直說專櫃跟開架最大的差異就是 在調色上面的這種精緻度色彩的呈現 但這個系列啊 它有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我現在跟你們講我最喜歡的顏色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619號 就是我現在嘴巴 我現在嘴巴上是疊差了兩個顏色 底下呢我是用最淺色的616號來打底 就整個嘴巴是先塗616 然後中間再塗619這個深色 然後就會有現在這樣子 很漂亮的那種 微微塗橘色 可是又有點珊瑚色的溫柔感 那我最喜歡就是這個619啊 我好像沒有在開架有看到 這樣子的顏色 果它是比較有一點偏磚紅 這個妝紅我覺得真的是 讓人無法 就無法言喻的漂亮 它真的整個色彩的呈現啊 還有色澤 還有它那個滋潤度的表現 還有在嘴巴上的妝效 都真的是 我覺得幾乎是完美 然後再加上它的價格 它就才300多塊 300多塊買到這種顏色 我覺得是賺到 然後還有 我第二個喜歡的顏色 就它跟 跟這個是有一點類似的 是618號 618號是這樣子 比較在土橘色一點 你看兩個顏色很相似 619號是 就比較偏磚紅 但有一點點橘色感的磚紅 然後618號呢 就是比較南瓜色 我在開架也沒有看過 有這麼漂亮的南瓜色耶 這個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真的太神奇耶 這兩個顏色完全就是 專櫃調色程度才能調出來的 這個618跟619我覺得就 你如果只想要沖兩隻的話 就是這兩隻沒錯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我也很喜歡的是 621 621呢 是一個偏紫色 你看它是一個 看起來很大膽的那種 粉紫色 它擦起來啊 很襯膚色 比較襯稍微偏白的膚色 如果你是 可能健康膚色 我覺得你就 真的要試 試在嘴巴上看看 因為紫色的話 對健康膚色 可能會看起來比較暗沉 或是有一點像 生病怪怪的 但如果你是比較白皙膚色 擦這個紫色啊 真的會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的襯膚色 這個顏色也 完全不是開架的顏色 再來呢 我剛剛一開始 一開始開場的時候 擦一個很可愛 很百搭的粉紅色 就是這個 624 如果你是上班族 想要買一個 上班百搭的安全色啊 這個624 很適合 然後它完全不會 調膚色 任何的都可以使用 這個就是最適合每一天 使用的這種 溫柔玫瑰粉 好 以上就是巴黎萊雅唇色 定制唇膏的試色 心得 還有我的推薦眼色分享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